目前發現全台灣最長的鐵道用地滿收圖 首次亮相 本張地圖長達992公分 呈現歷史時期1940年代高雄臨場線 預備設置時的用地滿收情形 範圍主要以現在的高雄火車站攻撤為起點 終點是全台灣第一個工業區 細施甲工業區 本圖清楚呈現領港線 陸計用地及屠殺踩實地 詞曲 李宗盛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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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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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作為一個目前我們學校所看到的一條最長的一條地基圖 比較鐵路的路線地基圖來講 他真的是 這個是我們鳳山地震的大案 這個資料在我們鳳山地震搜索這裡 接收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由鳳山地震事務所接收的這批資料有條件 在我們鳳山地震事務所的地下室放了80年 那些資料還很幸運的 都有保存下來 我們說這個歷史資料能夠這樣子 也雖然是我們地震事務所也願意把它保存 可能有些地震事務的在搬家之後就會認為 這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就不見了 可是還好有保存下來 因為從謝老師的書上看到 其中有兩年的資料是他現在都很難找得到的 1943到1945年 這塊 他要挖好 然後中間還要挖一個路門出來 然後這裡有很多的碼頭 然後可以停在這個碼頭上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步 但是高雄港後來不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他其實後來沒有 完這個是完全沒有實現 那是他們的計畫 然後就在這些坪上面發現這些很有趣的東西 所以這個裡面其實是一個保障 就是這個可能是高雄市未來非常有滿其他的地方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實是從1937年左右就開始買了 那其實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實到最後是 這邊就可以寫出 就是一九 招了是我們1940年的11月 他們是 他們是11月1號開館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像11月17號我已經有了 然後這個是大土的逍遙園 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們在買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證明說跟逍遙園有關 他們買的 在1936年 全面畫那個高雄市的這個都市計畫 他的範圍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他這個其實是有第一次第二次的規劃 原本他可能只畫到這裡 然後後來是畫成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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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